色胺酸跟鈣質之外呢 其實 那還有我們熟知的維生素B群 它其實呢 也會對我們的睡眠有幫助 大家其實現在睡前都會滑手機嘛 光線的刺激呢 其實也會影響到我們身體的激素調節 除了我們比較常知道的鈣質之外 其實牛奶裡面有 那鈣質呢 除了是我們的骨本呢 它其實還有幫助 神經放鬆的效果 然後可以消除疲勞 那再加上色胺酸的話呢 它其實有安定神經的效果 所以整體來講 它是可以幫助你有入睡的感覺 除了我們剛剛提到的 色胺酸跟鈣質之外呢 其實 那還有我們熟知的維生素B群 它其實呢 也會對我們的睡眠有幫助 如果說是鈣質的話 大家比較知道的 就是牛奶跟乳製品 那小魚肝呢 跟黑芝麻裡面也有豐富的鈣質 如果是要補充美梨子的話呢 可以吃一些堅果類 像是腰果或是南瓜籽 那綠色蔬菜也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如果說要補充色胺酸呢 可以選擇一些乳製品 像是牛奶或是起司等等的 那如果說要補充B群的話 其實可以吃一些 雞蛋或是糙米 像是保健食品 其實現在有很多是跟睡眠有關係的 比如說我們比較知道的Gaba Gaba呢 它其實是我們大腦內的神經傳導物質 那它是人體本來就有的 那它的作用呢 就是可以讓你放鬆 然後增加睡眠的感覺 那市售的Gaba產品呢 其實最直接就是增加你體內Gaba的濃度 來達到這個輔助睡眠的效果 然後鈣片跟美錠其實也會有幫助 那只要能夠找到就是你需要的成分 其實保健食品也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 保健食品的話 它基本上是歸類在食品 然後也是比較安全的 所以基本上選購上面是沒有問題 那基本上你可以買得到保健食品的地方 也會有藥師 可以去做產品的資訊 保健食品呢 依照產品的成分或者是劑型的不同 它可能會有不同的建議時間 那因為我們是跟睡眠有關係 所以其實基本上都是在睡前就可以 那保健食品的效果 其實就是因人而異 重點還是你有沒有選到你適合的產品 所以呢在選購之前啊 去了解你選購的產品成分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那像是一些特殊族群 比如說孕婦孕媽咪 或者是年長者老年人 那或者是說你正在使用藥品的人呢 其實你在選購之前都建議你要經過資訊 而我們現在其實大家比較熟知的安眠藥 就是我們的本二蛋瓶類或是非本二蛋瓶類 這是可能我們在醫院裡面比較常會遇到的 那它的作用呢 其實是跟我們中枢裡面的GABA-A接受器有關係 那它主要的作用呢 就是可以幫助你入睡 延長你的睡眠時間或是睡眠品質的提升 那我們在藥局呢 可能也可以選購到一些就是 幫助睡眠 輔助睡眠的藥品的話 它基本上是抗組織胺類的 那抗組織胺的話 就是可能我們比較熟知的鼻塞流鼻水的藥 它其實有一個作用是 它可能會讓你有一點試睡 那我們透過這個試睡的效果呢 來當作一個睡眠的輔助 那另外呢 退黑激素它其實是一個國外的保健食品 那目前台灣是沒有的 退黑激素呢 其實是我們人體自身會分泌的一種荷爾蒙 作用是在讓你的身體知道說 現在是白天還是晚上 所以會因為光線的刺激而分泌不同的 所以它的作用比較算是在調節生理時中 那這樣子的產品呢 就比較適合是 比如說有時差的問題 可能是出國的人 那或者是說 它是有職業般的問題 它可能需要調整作息的人會比較適合 好 其實只要是藥品呢 都有可能會發生副作用 那不是每個人都會發生 所以大家也不用太過擔心 那睡眠的藥品呢 通常會有的副作用 第一個是 就是頭暈或者覺得噁心 那有些人呢 可能會有 試睡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的問題 只要呢 你是在服用藥品之後 有任何的不舒服發生 都一定要去諮詢你的醫師 討論看看是不是需要做藥品 或者劑量的調整 睡眠的話 它其實就是一個我們日常 需要去維持的事情 所以第一個當然就是 你要養成良好的睡眠習慣 那第一個是坐席要固定啦 那再來是說 可能如果你是喜歡喝茶喝咖啡的人 你要避免在下午 可能三四點過後 就要減少你咖啡因的攝取 那再來是大家其實現在睡前都會滑手機嘛 光線的刺激呢 其實也會影響到我們身體的激素調節 所以呢避免睡前滑手機 避免藍光的刺激也是一個選擇的方法 那再來呢 就是我們要去做一些適度的運動 讓身體適度的放鬆 維持一個良好的生活習慣 就可以有比較好的睡眠品質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呢 請幫我們按個喜歡 然後訂閱我們的頻道 要記得開啟小鈴鐺哦